我主要是为了我妹妹 我是绝对不让她俩在一起的 婷婷与莉莉是长相亮丽的两姐妹 因为父母长期出差在外 妹妹莉莉由姐姐照顾成人 三年前 姐姐婷婷与豪蕊交往 却就在两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会喜欢上她 也搞清楚原因 好不好 接下来请你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来 接下来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希望几个人来 我希望他俩都来 正好把事情解决一下 如果豪蕊真的是来报复你而来 你会怎么做 我一定要让他离开我 那如果妹妹又不听呢 那我反正我肯定是不同意他俩在一起 如果豪蕊真的是改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他能改 那你的就是一杆子就是把豪蕊打死了 他绝对不可能改好 我不相信他能改 如果今天只来了一个 只来了豪蕊 你的妹妹没有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豪蕊 大家好 我叫莉莉 来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今天来 知道吗 今天我们来呢 主要是想让我姐姐接受我们两个在一起 不可能 想都别想 因为这件事呢 他和我的爸妈 也挺不愉快 不开心的 所以我想征求他们接受我们两个 我这关你都同意不了 你还想让父母同意 你想什么呢 你就因为这样一个男人 你好几天不回家 电话你也不接 他是我前男友 你怎么现在 你怎么跟他在一起了呢 你这不扇我的脸吗 是不是因为他是你前男友 你就这样 他不是你前男友 你会这样吗 我不管他是不是我前男友 像他这样的人 你就不能跟他在一起 他上学的时候 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俩分的原因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人都是有改变的 我不相信他能改变 因为那是他没有遇到对的人 他就有人改变不了 他现在在我心里 我比谁都清楚 你清楚什么呀 你现在又不听你跟着他 你现在还跟他拉着 你放开他 你能听我解释两句吗 你听我解释 平静一下 解释什么呀 不就因为你把我俩搞成这样 你想帮我冲我来呀你 你别乱 你怎么相信他 你就不相信我呢 我是你姐 我从小把你带大 家里父母经常出差 我经常照顾你 你忘了吗 姐 从小到大 你都是这样管束着我 我什么都听你的 你能不能给我点自由 我都是因为关心你 爱你 我所以才 你的事事我都关心 所以你的各种事情 我都要为你做决定 听听我是真心喜欢你 你别说话了你 我不想跟你说话 你能冷静一下听我解释这样子吗 你解释什么呀 你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不是想报复我吗 我没有报复你的意思 自 friedSer保护你的意思 优优独的意思 你怎么 selfie 我仇慕啦 vo斯东宁肯 你忘了GM too 你时才 pilots